古斯塔夫巨炮,德国终于忍不住那颗野心,闪击了波兰,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在战争的初期,一切的进展都很顺利,甚至欧洲都陷入了恐慌的状态,认为德国很快将会如曾经的法兰西帝国一般重新统治整个欧洲,为此,英法两国迅速展开了回击,为的就是避免这一惨剧的发生。 这也激起了整个欧洲各国的斗志,迅速展开了对德国的反击,此后德国的进展确实也不算顺利,长期堅持不下的使得希特勒终于忍无可忍。 此时的希特勒想起了在1936年自己曾开办决定的世界级火炮,古斯塔夫巨炮,组装古斯塔夫巨炮,火炮作为起源最早的一种热战武器,从诞生之初就受到了各国的重视。 在二战时期,由于导弹还处于逐期的发展状态,因此各方主要还是依靠火炮进行火力威慑。 这一时期哪方的火炮力大?射程远,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战至主动。 在此情况下,这款世界巨炮正式诞生,为此德国军方还向克鲁伯公司提出了一些的要求。 首先这款巨炮射程至少要达到32000米以上,而穿透厚度更是有着极高的要求,钢板至少要达到了1米,或凝土也要达到2.5米。 在经过具体测算之后,克鲁伯公司得出结论,当时全部的火炮都无法达到这一要求。 若要满足这一要求,火炮口径至少要达到700毫米。 希特勒视察古斯塔夫巨炮,此后希特勒亲自前往克鲁伯工厂,视察了这一项目的整体进展。 并当厂决定这款新型火炮口径为800毫米,又增加了足足100毫米。 到了1942年,这款历史六年之久的世界级火炮终于研制完成,德国政府为此也花费了700万马克将其构进到手。 不过所有见到这款火炮的人都感觉,这简直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成然,53米的全长,12米的高,加上1488吨的群重,白蛋那完全就是一座山。 如此大的一门巨炮,想要开一炮也是一件难事。 为此德国陆军为其配备了一支4000人的部队,并有一名少将统一管理。 巨大无比的古斯塔夫巨炮炮弹,当然别看到它大,用的人数多,该炮使用起来更是复杂很。 克鲁伯公司为古斯塔夫配备了两款弹药,一款是穿甲弹,重达7.1吨,另外一款为高爆弹,重达4.8吨。 仅从弹药重量上来看,就必现如今的一些火炮权重都要高,而这么重的两款弹药装填起来,也是极为麻烦与复杂。 使用掉毕竟形装填是必要的一环,因此该炮的射速也极为堪忧。 据记载,古斯塔夫巨炮每天最多能够达到司法每天的射速,这还是最快的射速,算下来两小时能开炮一发,就已经是不错的了。 当然既然是这么一款被寄与厚望的巨炮,自然要发挥自己的威力。 当然古斯塔夫巨炮的传记中,也确实有光辉的一笔,塞瓦斯托波尔战略药地地下弹药库爆炸。 据记载,为了能够应对德国对俄国的强大攻势,斯大林命令在塞瓦斯托波尔战略药地修建一座拥有防御攻势加上地下弹药库,为此动用了当时的大量人力与物力。 结果在1942年的6月6日,那一天传来了一声巨响,这作用了十米昏凝土制造的地下弹药库爆炸,彻底被摧毁。 战争结束后在人们才发现,摧毁这一弹药库的,正是古斯塔夫巨炮,可见其也是见过功勋的。 不过这一款装备,还是没能挽着希特勒的腿势。 在二战结束前,德国工兵最终其炸毁,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